为什么要叫副老板副禽兽啊 远远 我问你 你当初去妇产医院产检的时候 是用自己的名字去的吗 是啊 我当时是有想过用一个假名字来着 可现在医院都不是施行挂好实名制了吗 所以我就用柴远远挂的号啊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再问你 你来便利店这里上班 是不是也用了柴远远这个名字 当然是了 定北 你问这些做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就是觉得某些人真是有够无耻又疲痒的 至于为什么要叫副小爷叫副禽兽 这个故事很长很长 改天有空的时候 我讲给你听 他以前是不是很花很花 对副太太也做过很多禽兽不如的事情 今天是咱们的好日子 就别再替那个斯文败类了 知道自己怀孕以后 就从来没想过要告诉我吗 没有想过我心里会是怎么想的吗 对我就这么没信心吗 想过 但是没有那个勇气 没有勇气 对我 还是对你自己 有那么一丢丢的时间里 想过要告诉你的 可是想来想去 都还是觉得 自己这辈子再也不可能会爱上别人了 可又没有那个把握 让你彻底的真正的爱上我 所以我就觉得 与其告诉你以后 会让你觉得我要用孩子来逼迫你娶我 或是想利用孩子做点什么 那还不如我就这样选择分手 然后一个人偷偷走掉好了